家里养的猫咪总是很傲娇 一直搞不懂它如此高冷的原因 直到有一天老爸拍到了这样的照片 为了小鱼竿 这世界上就没有正走不了的地方 这世上本没有路 只要编成一只猫 哪里都可以是你的路 嗯 这个很在理 很傲娇 几个月前家里养了只小奶猫 弟弟把他心爱的奥特曼送给小奶猫了 画面很有爱 可是今天再去看的时候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我只能说岁月是把猫粮啊 从小奶猫长成了大怪兽 当初那个吓唬你的奥特曼 现在都不够你塞牙缝了 哥哥回家的时候带了份全家桶 吃到最后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扭头一看 妙心人嘴里叼着全家桶里 少了的那份大鸡腿 哥哥怎么把都拔不出来 我下猫咪是成精了吗 我仿佛听见这只猫在呐喊 我几辈子没尝过这么大的鸡腿了 吃都吃了 干嘛还要从老手里抢回去 没没 窗户也没有 有句俗话说得好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我们攻击也同样适用 看我的火山无垠角 看得出来这生前结下的怨恨 到死也要分个高低 两位渊源相报何时了 现在没点江湖经验怎么开店 你选择自杀菠萝 就只要一块九毛九一斤 如果是他杀 得要两块九毛九 毕竟现在人工费可贵了 不就是吃个水果吗 需要弄得满城风雨 江湖动荡吗 我家楼下有家超市 天天扯着大喇叭喊 最后一天大甩卖 多少个最后一天过去了 可就不见他走 但是店面前的招牌 倒是天天有更新 店家听我一句劝 咱转行去当编剧吧 肯定能写到大结局 没准还能吸粉哦 没准备